姚依芝坐在椅子上 不远处的蒋姨奶奶目光发愣 半晌才看向姚依芝 你怎么下得去手 那是你舅舅家的女儿 那孩子从小就生了怪病 好不容易才活到今天 你们就 做出这种事 姚依芝沉着眼睛 母亲以为我愿意手上沾血 颜杰和翠儿奶奶向来要好 在庄子上看到了欢歌 颜杰没去过姚家 也没见过欢歌 就算是她没见过 也定然会问庄子上的人是谁 她还看到了我和你 还有玉珍妹妹 姜依奶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本来只要这一两日 蒋玉珍和欢歌就会搬去了通州 蒋玉那边已经安排拓荡 谁知道半路上会看到蒋静岩 定然是在蒋家听到了些什么消息 否则蒋静岩也不会找到庄子上来 万般皆是命 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出半点的差错 幸亏这蒋静岩带着的人不多 处理起来也很容易 他们将心思都放在了崔义婷和姚婉宁身上 没想到在蒋家能出什么问题 姚依侄从屋子里出来 问向身边的随从 舅舅那边可大听出什么 蒋静岩为什么会来庄子上 随从低声地说道 蒋家吓人 议论 斯老爷在外赌博输了钱 已经背着四太太将境外的庄子卖了 姚依侄看着随风摇摆的树梢 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严姐听了 就带了两个人来庄子上看看 只因为蒋玉夫妻 一直将严姐两姐妹视同挤出 婉宁感觉到身上一暖 本来针扎般僵硬的后背忽然舒展开 她整个人也随着放松下来 就这样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会儿 严姐的面孔突然之间窜进她的脑海 婉宁顿时惊得浑身一颤 也睁开了眼睛 眼前是崔义婷皱着的眉头 贤姐 婉宁吞咽了一口 向四周围看了看 她不知什么时候躺在了床上 严姐没事 你已经熬了两天 该休息休息 和老太太说严姐的外伤 贺家会看护着 让我来接你回去歇着 明日再来看严姐 她已经熬了两天 严姐的病情好好坏坏 一直没有稳定 说起之外上 她的经验远远不如贺迹中 她也帮不上忙 只能跟严姐不停地说话 想方设法让严姐能安静下来 服务还答应严姐 跟她一起读一书 婉宁轻声地说道 没想到世事变化这么快 二爷有没有去查问 那些赶车的车夫 受惊的马又是怎么回事 是有人冲撞马车 让马受了惊 冲撞马车的人没有找到 是谁 又到底做了什么事 谁也不清楚 奶奶 头妈妈低着头进来 严姐醒过来了 和老太太让你过去 屋子里 蒋玉如同一尊石雕般 僵立在那里 庄子上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严姐去了趟庄子 就成了这般模样 是不是因为玉珍 如果真的是玉珍 蒋玉的心如同刀割一样 玉珍看过的书 严姐非常喜欢 还羡慕玉珍有一首的好字 叽叽喳喳地 跟她打听玉珍的事 她不敢将端王府的牵扯 讲出来 只是胡乱说说 玉珍出价前的事 会不会是怕泄露行迹 玉珍让人害了严姐 蒋玉忽然有些害怕 她是不是做错了事 她是不是不该收留玉珍 怎么样 赫老太太询问婉宁 婉宁望着严姐大大的眼睛 摇摇头 虽然睁开了眼睛 却并不清醒 婉宁话音刚落 床上的严姐 一一压压地大喊大叫起来 伸出两只手来撕扯 这样动了动又扯开了伤口 鲜血顿时染红了包裹的布条 赫老太太不忍心去看 严姐的病大约是不会好了 更不知道到底还能支撑多久 救急还在其次 最重要的是受伤的地方已经肿起来 到了晚上严姐就会热一阵子 手心就像热红的火炭 回到崔家 婉宁梳洗完躺在床上 忽然觉得腿脚一软 崔玉婷的手指轻轻地在上面揉捏 婉宁因为严姐的事 心中愚解 什么话也不想说 崔玉婷也不问 就在她一旁陪着 婉宁想着严姐说的那些话 姐 姐 严姐到底是在叫谁 婉宁抬起头 看向崔玉婷 将严姐当时的情形 讲给崔玉婷 说 严姐除了蒋静鱼外 可还有姐姐在 她忽然想到严姐说过一个 写字很漂亮的足解 想家的小姐都算上 二爷让人去查一查 崔玉婷点点头 轻声说道 你好好歇着 有了消息 我就让人告诉你 婉宁觉得自己睡不着 可闭上眼睛 却很快进入了梦乡 睡了一会儿 却又惊醒 肩膀上传来轻轻地开服 没事 就是个梦 别害怕 有我在这里 婉宁整个人 缩在崔玉婷的怀里 她不害怕 她只是记挂着严姐 记挂着严姐 拼着所有的力气 给她带来的消息 蒋玉觉得自己 不能这样糊里糊涂下去 她决定要找蒋玉珍 问个清楚 蒋玉珍这些年都去了哪里 带着的那个孩子 是怎么回事 蒋玉珍为什么会来京城 真的只是听说 端王生病了 所以进京打听消息 蒋玉让人背马 准备天亮就出城去 蒋玉珍虽然是搬走了 她也要再去庄子上看看 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第二天天刚亮 蒋玉就骑马出了城 刚走了一段路 远远地就看到前面 有几个人影在动 蒋玉看了一小会儿 一个 两个 三个 数不清的人 背着包袱向这边跑来 蒋玉乐了马 眼看着那些人 跑到城门外 急着要进城 却被守城地拦下来 索要录影 那些人顿时慌张起来 无助地向后看 我们是投奔亲戚的 原就住在通州 如今离乡不足百里 哪里来的路也 守城的皱起眉头 那人分明是在说谎 守城的正要仔细盘问 其中一个却按捺不住 大喊起来 积极 有积极 快 快让我们进城吧 积极来了 哪里来的积极 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消息进京 守城的正要斥骂那些流民顺嘴胡说 就看到一丁打扮的人 一路骑着快马 扬着手里的文书 快让开 有加急文书进京 快让开 城门递急打开 一丁快骑飞奔入内 流民想要趁机混进城 守城的不留情面地抽出刀来 老爷 老爷 小丝再叫了两声 蒋玉才回过神 老爷 我们去哪儿啊 蒋玉咬了咬牙 老爷 庄子上小的都去过了 您还是别去了 小丝伸手牵住了蒋玉的马 蒋玉抬起头 看向那小丝 小丝却不为所动 这样的暗示 让蒋玉顿时明白过来 这是在提醒他 蒋玉让那小丝 牵着马一直回到家中 又将那下人招到一旁说话 老爷 您可能不记得小的 小的就是二房的下人 二房 二老爷 替长房老太爷说话 被流放之后 我们这些人无处可去 就回到了族里 蒋玉像是被人提醒了一句 立即想起二房对长房的情分 老爷 别的小的不知晓 您还记得二房的三老爷 为什么要将亲生女儿 送给庞人做妾室吗 因为蒋家蒙冤 蒋里 才想方设法 走了端王的路子 将蒋玉真送给了端王 大家都当想方设法 为蒋家翻案的人是他 其实一直都是二房的两个兄弟 暗中失利 现在二房的两个兄弟不在了 蒋家剩下他来主事 他不能没有这个主意 蒋玉眼前掠过蒋里 和蒋玉真的面孔 很快又想起了 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烟结 他的心如同被抛成了两半 不知该何去何从 婉宁听着何英的禀告 是从江宁传来的水汉疾异 文书已经进了京城 二爷已经进宫去了 婉宁放下手里的遗书 按住心经 记住怎么样 有没有具体的消息 何英低声说道 刘明已经在城外 看样子这义病应该传得很厉害 义病传到了冀州 很快就能到顺天 万宁点了点头 吩咐何英 家里没事 你去公外等二爷 何英弯腰拖一下去 从江宁传来的吉义 就像太祖年间那次一样 来势汹汹 有种控制不住的态势 从江宁传到冀州 不过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消息传进京城 才几个时辰 许多人就断言 这是大义 朝廷如今要做的 不只是防治疫病 更重要的是守住边疆的爱口 免得这藩族趁机起战事 张契成听得眼睛发亮 这是天助端王 这时候有了疫病 局面就会混乱 更何况是疫病已经到了离顺天这样近的冀州 本来这陈文石在宣服 恐怕和瓦次谈好的条件 瓦次还不能答应 毕竟陈文石是长盛将军 瓦次人望之生畏 可若是能戒了疫病的事 那就大大不同了 谁不想浑水摸鱼 他们等的机会来了 南直立贪末 福建昭安海盗 清障土地都没让朝廷乱起来 可是这疫病却是谁也奈何不了的 张契成忽然激动起来 他们被崔义婷压制了太久 终于要翻身了 他这口气已经憋了太长时间 瓦疫的消息传进宫 皇上召见了夏大学士等人进宫 内阁将太祖时瓦疫的文书翻出来 和如今的情形对比 有说是江宁隐瞒疫情 有人说是清障土地闹得人心惶惶 江宁的事也和吏部的动荡联系起来 推行新政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其实崔义婷在福建清障土地 完全不用那么着急 哪朝哪代新政不是慢慢的推行下去 崔义婷毕竟年轻 耸恿皇上用重点 大儒不能断言瘟疫 却将话题又引到新政上 说什么张而不迟 文武服能也 持而不张 文武服畏也 皇上听得这话 轻轻顿时从额头上跳出来 什么都怪新政 水汉极易 那是上天不作美 朕看 怪不得崔义婷 因为朕才是天子 要怪 只能怪朕师德 皇上用师德两个字 来替一个臣子说话 这是亘古未闻的事 养心殿里的臣子 都成皇成孔地跪下来 只要有皇帝在 仿佛什么事都不能影响 崔义婷的仕途 京城已经人尽皆知 瘟疫之事 如今最要紧的是 稳住福建的局势 立部之前还推选了几个人选 听说闹瘟疫 大家却又很有默契地 住了嘴 皇上不声不吭地 让内阁拟奏折 下大学士等几个官员 被憋了一晚上 天亮了才放出宫 婉宁也是在这时候 见到崔义婷 崔义婷脱掉外面官服 里面的衣服有些微湿 这样大热天的天气 在南书房里站了一晚上 可想而知 会是什么情形 婉宁将准备好的衣服 给崔义婷换上 什么时候去衙门 她的手轻软 系扣子的本事见长 说着话 手指翻飞 已经将衣服给她穿好 崔义婷说道 歇上一个时辰就走 一晚上就换来一个时辰 说着话 崔义婷躺去了炕上 婉宁将炕头的窗子落下来 将崔义婷脚下的窗子打开 崔义婷靠在影枕上 脸上的表情松懈 仿佛瞬间放下了冷硬的盔甲 婉宁拿起扇子轻轻地摇着 想让崔义婷睡得舒服些 手腕却被崔义婷握住 那双清亮的眼睛看着她 嘴边扬起笑容 用不着 我不怕热 怎么会不怕热呢 就是怕她累罢了 婉宁不听崔义婷的 换了手轻轻地摇着 清风吹开崔义婷 臂上的头发 崔义婷说道 江宁出了瘟疫 皇上想要稳住福建的局势 昨晚让内阁 拟出去福建的人选 就一个个推敲 薰贵和邓四昌 有来往的多 邓家在福建开的那些铺子 不少人都在里面入了干锢 这样的人是不能用的 年轻的武将 少在军营里历练 皇上信不过 后来就提起了永安侯 虽然年轻 却跟着老永安侯 打过几次胜仗 万宁抬起眼睛 不知怎么的 脑海里就浮现出 裴明照坐在马背上的情形 心中不由得一动 就像是微风 不知道吹动了哪里 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 从心底升起 他只见过裴明照几次 裴明照端立在马上 面容沉稳地望着他 有些话仿佛想要说 却又没有说出来 就藏在那双眼睛底下 他要去福建 骗裴明照同路回太兴 裴明照对他是多佳的照福 还让亲信护着他的马车 一直到太兴 按理说这些都没什么 在那样要紧的时候 他也只能请裴明照帮忙 也确实没有什么 在那时候生出什么异样的情愫 可是心底那些感觉 是怎么回事 无缘无故就待在那里 好似是被他忘记了 却又好似什么时候就能记起 婉宁正思量着 手忽然被握住 翠衣婷笑着说道 想什么呢 婉宁回过神来 继续地摇着扇子 没事 你说内阁在皇上面前提了又安侯 皇上就问了我的看法 说到这里 崔衣婷的目光就深远起来 婉宁对崔衣婷这样的神情甚为熟悉 崔二爷提起已经算计好的事 就是这个模样 我就将裴家的论海册说了些 皇上问我是如何得知 我就说 私下里曾跟永安侯下场比过几个回合 既然比过几个回合 自然也能说出好坏 看来裴明照这次是要去福建了 从太兴到今天 个人的际遇真是从前想也想不到的 婉宁尽量不去提瘟疫 想要崔衣婷好好休息一会儿 崔衣婷闭了一会儿眼睛就又睁开 里面没有丝毫的睡意 你说这瘟疫能止住吗 崔衣婷若有所思 前世比这迟了一个月 瘟疫的消息传到京城 朝廷派官员去查看疫情 太医院动用了不少人手 浙江福建的瘟疫控制不住 一直蔓延到了京城 那时候太医院说 因为饿死的灾民太多 引发的瘟疫 那是因为南直立官员多年摊墨 粮仓的囤粮早就名存是亡 又逢旱涝两灾 朝廷不能及时地拿出赈灾粮 所以这一时他才会从南直立入手查草粮 南直立官员摊墨草粮案 结了之后 已经从河南调了粮食 充盈粮仓 他又格外地注意今年的汉粮 南直立早早地就报了灾情 震灾粮也奔发下去 他前些日子才接到消息 南直立并没有饿死大批的灾民 按理说 既然没有死人 也就不会引发瘟疫 到底是为什么 这瘟疫还是像前世一样的出现 只不过还没有蔓延就已经有消息进京 崔毅婷曾问过他 若是爆发瘟疫 有没有好的应对法子 万宁说道 就要去我卫所看看 到底是哪种瘟疫 有没有 未经许可疑